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脸书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罗光敏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跟各位听众介绍了运动用品的产值以及机能性运动用品的一个市场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来谈谈一个不一样的主题那个就是高尔夫球各位眼尖的听 哎观众朋友你就会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一颗高尔夫球小白球那这个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对于这个运动一定是有一点陌生那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其实完全搞不清楚高尔夫球到底哪里迷人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了我们南部的一个隐形冠军它是隐藏在高雄的小港它是一家在地耕耘35年的一个运动用品的制造商 那也就是我们的明安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明安国际的营运部副理康泽龙康复理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高尔夫球这个产业来我们请康复理跟听众朋友问个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安国际公司康泽龙希望今天聊完之后那个主持人就开始弥散高尔夫球 是是OK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跟康复理聊了很多其实聊完的过程我觉得我对这个运动开始产生兴趣了尤其刚刚我们的助理节目助理在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其实打高尔夫球是一个有人身哲理的运动所以这句话让我有蛮大的启发他说其实打球就是要在对的让球在对的路径上飞行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那所以希望我节目今天节目过后也可以慢慢的来体会这个道理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位来宾那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其实都有两三位来宾那今天我们其实只邀请了一位那会邀请一位就是因为明安国际公司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事实上是一个在地蛮有特色的企业那就我知道明安其实1987年就在高雄这边落地深耕了那早期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在做高尔夫球啦 那所以我想今天是不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请一下我们的康复理跟我们聊聊明安国际为什么会就对这个对这个商品然后特别的情有独钟然后从1987年这么早就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产品了解明安是基本上是做高尔夫球局起家的公司从总裁老总裁那时候一直就耕耘在在在小港这块耕耘那 高雄这边就是早期就是那个五金产业金属加工等等是其实是满蓬勃发展的地方其实也占了这个地缘的优势嘛那高尔夫其实老板他们我们就是公司总裁董事长其实基本上也都是高尔夫球爱好者其实一个礼拜可以打几场都有吧真的喔对那七十几岁大家坚持也是每个礼拜都来打几场 那也是也很鼓励我们所有的员工所以他把这个热忱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所有他工作上的热忱的来源他对这个产业的爱好然后投入在里面那我们公司其实基本上 主要的主要的生产的产品除了高尔夫球那高尔夫球局高尔夫球局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嘛然后还包含了球 然后那我们也就是在脚踏车部分那基本上这些大概是我们公司主要的一些产品那其实这些产品都是 有形的其实明安的公司其实很一个很强无形的一个的产品就是研发能力 OK 那个公司在这一块的注入的投入投资是非常重视的 是是是是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因为老总喜欢打高尔夫所以明安其实很着重在这一块 那您不会也是因为打高尔夫而进明安的吧 对对对 真的吗 这个故事就拉到学生时代了 基本上我大学的时候我最对高尔夫产生了好奇 因为在我们读书那个时代想说未来的社交 是这个假设我想当业务我是不是要有一点要会打个高尔夫球 那时候从这个开始就开始慢慢想要去摸手 可是在那个大学那种这样的所谓的经济能力跟条件允许 尤其那时候的那个整个还不是那么蓬勃发展 然后后来就去后来当兵退伍之后就到美国去读书 那到美国之后才发现高尔夫球其实在美国其实是蛮蓬勃发展的 那几年刚好也是老虎 老虎之 就是很风险那时候大家都疯着打高尔夫球 那我的学校那时候我读的学校也自己有高尔夫球队 学校自己有高尔夫球队 在县底下那时候几个留学生 其实在在 在求学的阶段 其实我们是在美中 美美西 美中 那在秘书里 其实那个地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休闲活动 除了读书以外 所以 何不尝试来打球 那时候就跟几个台湾的同学 他们本身有打 他就引导我 带我去先用他们的球区去打打看 可能本身自己 我觉得本身自己本来就有运动 所以很快就进入了那个 那个情境也得到了那个回馈 打得还可以可以打到球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 就跑去买第一套球区 就从最简单的最便宜的买起来去尝试看看 再一路打下来 回到台湾的时候 所希望 就把自己的喜欢跟工作结合 那时候其实高尔夫 也因为老虎整个 其实是满蓬勃发展的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2003年的时候回台湾 你这样暴露你的年纪 没关系 看法射应该都OK 是 所以基本上在那时候就进了公司 那公司在我们在2002年公司是上市 上櫃 在2002年 其实我也在那个起飞的时候加入的这个公司 然后公司就对在那段时间 其实栽培了我们这些钢筋的员工 然后老板又是非常正直 满温讯 然后也喜欢这个球迷 就带着我们这样一群人 这样子 就是 除了做工作以外 一起学打球 一起打球 然后公司也是有 老板也是有出资 就是公司也有 就是办一些社长活动 那我们员工就是 每年可以下场五次六次公司补助 那只缴基本的一些费用 所以这些等等都是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对 这些不管你是 怎样的员工 你对这个有兴趣 培养你的兴趣 因为其实高尔夫球 其实像我们跟客人在 在像一个工程 你在开发球具 你在跟业务 你跟客人在对应的时候 你基本上要对你的产品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 你有一定的热忱在里面的时候 是很容易进入那个状况 很容易得到认可的 所以这样的一路来 我觉得公司给我们 蛮多资源 在一块让我们去 在这边去 从这样小小去培养到现在 所以蛮不错的 我觉得您这样蛮吸引玉姐 明安真的是一个不错 因为明安的老板 其实我们上次 有一些喝过咖啡 我知道 他的确是一个蛮允许 蛮 就是蛮 蛮持想的一个长辈 你刚叫他老人 我赶快收起来长辈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像我自己有个学生 他很爱赛车 所以他其实就 他毕业以后 他一样到美国去 他就是去把台湾的一些改装用品 然后到美国市场去销售 然后他就自己 因为他自己喜欢开快车 喜欢赛车 他对这些用品 他就会自己先去试用 然后可以比较出中间的一个产品的差异 所以当他在跟客户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客户就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 他的确是懂这个东西的 那他给客户的一些建议 客户也会觉得说 这的确就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我觉得明安这个做法 其实是真的不错 是因为我们其实高尔夫的品牌 我们是属于OEM ODM的公司 所以我们是代工 以代工为主 是 从跟客人就是协同设计 研发 协助客人研发 开发 制造 物流 是 那其实 就是营销端是 这些都是由各个大品牌负责 那高尔夫的几大品牌 其实就是 像Telermade Catorway Pin Teleless Cobra PSG 好多 他们是负责去做营销端 那这些 这些客 这些对口的这些客人 其实基本上 像我平常应对这些客人 其实他们都很会打球 很会打球的那种 就是单差点的 以前基本上 可能在学生时代这些客人 我们大概年纪就差不多 还是可能打NCAA 就这样下来的 出来的 我遇到好几个 甚至还有一种 遇到那个是 曾经打欧巡的客人 欧洲巡回赛的选手 遇到这样的客人 你总是要跟得上他 对话等等 因为他在这个产业 他会在这个工作里面 他基本上他是 对这个产业充满的热情 所以 怎样大家能同频 频道能相同 这个就很重要 当然这个 这个是一个 算是加值的一个东西 那刚听副理分享这么多 我就其实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 像我们以前大学 修TV课的时候 也有高额夫球这一门课 但是我就不会去选他 就是因为我 我总是会觉得说 我看到一群人在那边 扭腰灰 敢做一样 同样的动作 持续的一直做 那我就 没有办法感受 他到底是哪里迷人 但是我刚刚听副理 这样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运动 一定有一个什么地方 让你深深的吸引着你们 然后让你们 就是可以持续 从以前年轻时候 一直喜爱到现在 甚至未来 你们也会持续的 一直投入在这个运动 那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高额夫球到底 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高额夫是一个 自我挑战的一个运动 当然很多运动都是自我挑战 骑脚踏车 是 塞车 是 那高额夫 这个 其实他 所扛屁的对象 真的不是你的对手 是 就是你怎么去 呃 克服自己 嗯哼 然后其实从 从打球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个性 是 你要说打麻将 不是也可以 喝酒也是 对 那其实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其实打不好的时候 我常常发现 为什么打不好 为什么 我 原来这一杆 不可以把它打好 你就回来 打完球之后 你回来会检讨 是 所以从这上面 你是经过了 一层一层的磨练 是 然后当有一天 就好像 飞机你在 冲破那个乌云的时候 当你冲破乌云 你 就是达到你想要的境界 就是原来 这个东西是很 很美好的 那我想所有的运动都一样 但是 就是 高尔夫 因为我本身喜欢高尔夫 他给我的一个境界 是 是 有这样的一个 这就有点 像自我实现的那种感觉 是 比如说我自己会给自己设目标 我今年 我要 能不能达到怎样的一个成绩 我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高尔夫也不是说 只有在练习上练球 你一些基本身体的一些 比如说核心肌群 一些运动 慢跑 然后 可能做一些深蹲 要去增进自己身体 某些素质 然后去做到这些东西 所以是一个 算是一个 蛮有纪律的一个运动 OK 那这样我们一般人可以玩得起吗 因为就我们 我不知道就我们的认识 就好像觉得 高尔夫球就是一个所谓的俱乐部 那就是有钱人要缴年费 然后去那边交际应酬的一个地方 那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明安会补助你们 就是同仁可以到球场去使用 那所以这个是需要很 这是需要有很好的经济能力 才可以参与的运动呢还是 基本上高尔夫的确 他是一个蛮耗时 然后耗成本 耗成本 成本说是一套球局 然后我们讲比较OK 就是符合就是一般的 我认为一般的可能我觉得 不会低于七八万以下吧 一套 其实也不算贵 如果你跟现在的脚踏车 探牵脚踏车 一程可能二三十万 随便就一个 你玩重机的那些人 所以 其实他的球具成本是不贵 但是问题来了 是耗时 你可能要 因为一场球下来 像我们早上六点 五六点就起床 出门 然后打完球回来都十二点了 是 这样子下来整个运动也大概 包含就是 开车时间大概也都六七个小时 是 再吃个饭 时间就不止 然后再来的话 他的成本可能下场 这些是另外一笔费用 然后可能你要教练费 你找教练 教练费 然后下场 等等的这些成本 其实真正的固定成本 你投资买那一个球具的 其实我认为是 OK 是不算高的 OK 所以其实一般人 如果想要来参与的话 其实都玩得起 我认为这个当然是 我觉得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想想看 当我们可能到 到一定的年纪大一点的 是 有什么运动 我们可以持续一直玩的 没错 那我们可以 当我今天七十岁 我可以跟 就像 跟一个二三十岁的 欸 我们来打一场球 看谁厉害 所以这个 是可以持续 让自己有那个 竞争力的 你这个就 你这个就讲到我现在 我痛了 对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真的会觉得 有些运动 好像没有办法 就是 持续的一直做 尤其像现在 就是像一般的球类运动 其实蛮容易运动伤害 是 那所以就是 当你开始身上病痛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思考 找一个更适合自己 这个年纪的一个运动 是是是 慢慢的未来的 十年 十年 十五年去培养另外一个兴趣 对 所以 您刚提到 这个球肝的部分 它是一个成本 那球肝 我这边我就 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高尾夫球球肝 我记得好像很多支 然后十四支 还是十八支 对 十四支 下场基本上根据 USGA规范就是 就是根据比赛规的就是 戴十四支 但是 那我们常常在 就是常常在电视上听到说 这个是一号什么木肝 然后什么铁肝 对 或三号铁肝 七号铁肝 这个东西到底它 它到底是 是什么啊 就是说我们 有怎么样去分别它 好 我基本上我跟大家听众也 就介绍 基本介绍一下 那个球局的组合 这十四支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 基本上球肝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大家比较常听到一号肝 然后有球道木肝 OK 我现在 然后有所谓什么小鸡腿 铁肝 然后挖起肝 推肝 大概就这五六类 那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它的体积的大小 从刚才我念的这个顺序 由大到小 由长到短 OK 然后它的角度 它有个所谓我们叫做loft 就是面影角 它的那个角度是由小到大 所以 想象一下 所以越长的打的一定会 越圆 基本上会越圆 越短的打的当然就是越近 所以它的这些球肝的组合 大概是 让你在不同的球场 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状况 一下你就开始策略思考 OK 你要哪一支 高尔夫球 其实也真的也不是说打越长越好 我认为高尔夫球是打越准越好 OK 对 当然啦 不然打过头也不会进洞 对 就是打越准越好 所以 基本上它的差异是在这里 是 那那个木杆跟铁杆呢 因为我常常去电 因为有时候去用品电看 我发现高尔夫球杆里面没有木头做的 那为什么有所谓的木杆这种东西啊 OK 基本上它 我们英文叫这些木杆叫Metalwoods OK 那woods怎么来的 它早 其实高尔夫是起源于英国 那时候 故事是这样子讲的 因为那个 那时候那个 由于牧羊 牧羊在英国 牧牧羊在海边牧羊 那草原 牧羊无聊 没有少事做 就拿了棍子出来 就拿了那个木棍 然后就找了一个 搞了一个球 或是石头出来 他就这样打 看打着谁 打得到圆 打到后面看谁打得到洞 所以早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科技只有 用木 用木头去磕 就磕出一只球杆形状在那边打 所以就这样一直延续 那时候叫woods 就一直到现在 OK 所以木杆只是它的一个名字 不是说这个球杆是木头做的 不是 不过的确在 这个科技是这样 早期真的是由木头做的 早期 那个可能是已经回到 三四 就是蛮久以前的 然后是慢慢随着科技发展 金属材料的进步等等的 是 才由木头 可能到了铝的 是 什么 然后到不锈钢的 到钛的 甚至现在到 碳纤维的 现在 甚至以前打击的面 都是只是 都是用钛合金的面板 他现在甚至碳纤维来当面板了 是 所以等等的 所以现在随着 那种科技的日行业役之后 这个产业的研发的人员 绞尽脑汁 是 怎么把 各个不同那种 很就是 强韧的材料 带到这个元素里面 带到这些产品的元素里面 是 那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 就是让产品更好 OK 更轻量化 是 然后更多的那个容错 是 提供给不同 level的那个 的打 的球友 是 这个我清楚 因为我自己 像我自己整身打雨球 我们的球拍 其实也有 也有这样子的差异 但是我这边想要请教 就是说 因为像我们自己在打球 其他球类 我们在选用球拍的时候 当我今天换了一支球拍下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来适应这支球拍 因为其实球的重心重量 挥动的感觉是不同的 那一个高尾夫球选手 在打球的时候 他有14支球杆 那他在下去的时候 那每一支球杆 他的挥动的特性 他是不是 他要说 他要怎么样子去适应他 因为他一出手 其实就没有收回的机会了 对 基本上 像我们习惯就打自己的球具 可能会打得最好 因为那个是我最熟悉的 当我今天换新的球具的时候 可能我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他 就是你刚刚讲的 跟玉球拍是一样的 那那个 因为每 你换新的时候 他每一款每一支球杆 其实 他都有不同的特性 是 就即使 同样都是drive 不同的厂牌 是 他的设计的 他的规格的 理念跟 参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得要去熟悉 是 先熟悉 如果真的是想要追求好 有的 可是有些人很喜欢玩新的东西 这个就 另当别人 我每次下场我就带他 換新的下去玩玩看 有这样的人 那可是如果是真的追求 追求求基金部 其实在 得需要一点熟悉 熟悉他的一个 一个过程 是 ok 所以这个其实 蠻複雜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 怎么讲 就是 如果一个 新手想要去学打高尔夫 那我们在买球杆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确定说 这个杆子是不是适合我 那这样可能是不是会衍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可能要 只是真的 有七号铁杆 那我可能要 尝试不同的品牌 然后经过不断的练习 适应 可以找出哪一个品牌的设计 是适合我的 需要这样 需要有这样子一个过程吗 基本上我们分几个阶段 来看这件事情 好了 如果今天是初学者 其实 就你讲的 这个可能 一开始大部分都从七号铁 那当然今天我需要一套的时候 我需要真的是 进入我需要投入的时候 那其实 一般普遍的球友大概就是 听朋友建议 可能朋友建议 看他打什么 我就跟 我听到很多状况是这样 对 那其实 球具的买之前 我认为一定要去试打 是 一定要去试打 找到你需要的规格 其实现在的坊间的那些球具店里面 其实都有试打的 甚至现在其实都有办法 帮你的数字量化出来给你看 OK 你这一个品牌 这是打出来距离是怎样 然后你的 起飞角是多少 你后旋多少 你的距离是多少 你滚动多少 其实很清楚可以告诉你这些数据 这么专业的问题 对 就是用量化来告诉你 你的 每一支球杆 你打出来的数字 你就很容易去判断 什么适合你 而不是等一下跟你讲 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对 所以这个是由量数字化来告诉你 你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那你一套下来 你买 8万块 10万块 要去8万块 要买不对 等下来没办法 所以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的 那现在的 这几年我看 这种所谓的 fitting 他们叫fitting 这种是在坊间的shop 其实是都有的 可以去试 所以试不用钱 就去试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羽球派 不能让我们试 因为羽球派一支才两三千块 对 你要跟他买 一定要跟他买好 我要买这一支 他才会帮你穿线 然后穿好你回去才可以打 那你发现你上场打 发现你这支不好打的时候 你就要再去跟他换一 再去跟他重新再买一支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高尔夫球杆 在买的时候 还有试打这样的一个 对对可以去试打 真的是 多试打 找到适合你的规格 是 然后再下手 是 我觉得这样的服务不错 我就硬要建议 我们其他球类 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如果一一 我们角度一当然 鼓励大家尽量 尽量买 也对啦 就是这样我们整个产值才会提升 是 对 讲到产值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那以目前台湾这样子 那我们的产值大吗 就台湾自己岛呢 我们玩高尔夫的人口 我大概给各位一个数字 80% 全世界80%以上的球具 都是由台湾公司所制造的 80% 全世界80% 高尔夫球这个项目 高尔夫球具 球具 对对对 那生产的场地 就大概分布在台湾 大陆跟越南 大概是这三个主要的地方 是 所以台湾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原路量 那您指的是说是球杆部分的金属 还是复合材料这一块呢 我讲是整支Club 整支 OK 大概80%的全世界是由我们台湾公司供应的 就是基本上我们知道那几家 就是富盛 明安 大田 巨民 大概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上市柜的公司 是 哇 人家 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现在知道 原来我们高尔夫球 我们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 在高尔夫球的这个产业 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是 可能是80% OK我想 我们很谢谢我们康复理 节目上半段跟我们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呢 跟大家谈了这个高尔夫球的一个产业 跟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些我们的基本知识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节目下半段 我们再请康复理来跟我们分享整个一个 高尔夫球它的一个产业的状况 以及它在技术层面上 跟这个产业的未来布局 FM94.3 听众朋友 高雄市议会 从4月25号到5月24号 进行市政总质询 总质询期间 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择点到中午10点30分 本台进行全程实况转播 同时端节目暂停播出 欢迎关心市政建设的听众朋友锁定收听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FM94.3 AM108 减碳生活运动 开始 再升职 要 环保快 要 脚踏车 脚踏车 脚踏车咧 不知道 脚踏车被它的主人骑出去了啦 减碳生活新主张 平时节约用水用电 多走路或搭捷运 公车 脚踏车等绿色交通工具 上班时可使用双面列印或再升职影印资料 休息时间电脑开启省电模式 这些小动作都可以让地球更健康哦 节能减碳运动 生活处处可行 高雄943 邀您一起來 大家好 我是歌手许富凯 人行道是专门供给行人通行用的 不过有手术的汽车 机车驾驶人 貪图一时的方便 违规行驶在人行道上 这可是违规的行为 不但会造成行人的危险 还可能会被警察取缔 请大家尊重行人的用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最关心您的电台 高雄广播电台FM94.3 AM1089 我是李军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是预防感染 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 接种后请在现场观察15分钟 如果曾经接种疫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只要在现场观察30分钟 接种后如有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严重过敏反应 或接种后28天内出现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 下肢肿痛 或皮肤有出血点等 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曾接种COVID-19疫苗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工程中 用创意点凉奇迹 用指挥成就科技 每次掌握趋势的买动 打造未来收听到胸广播 欢迎回到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罗光敏 那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 跟我们明安国际的康复理 聊了很多关于高尔夫球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节目下半段 来聊一点就是进阶的 因为就是我想也让各位听众朋友 更了解一下高尔夫球 除了他迷人的地方以外 那我想要问 请教一下我们的康复理 我们想要来谈谈这个材料的部分 就是说你刚节目的上半段的 那个伟生那边有提到说 其实目前全球80%是来自于台湾 那就我在看这个球杆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 因为明安国际它是一个复合材料的一个 就我原本的认知它是一个做副材的公司 所以我一直以为那整支球杆 它都是用复合材料做的 是这样子吗 我这边我解释一下 那我说明一下 我们刚才有讲就是 明安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是在机密铸造 机密铸造 然后还有复合材料 其实这是两大块 那机密铸造就像钛合金 就是钛合金相关的在台湾 那我们大陆那边的工厂有做不锈钢的机密铸造 越南厂也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我刚才有讲到几项嘛 一号杆 木杆 小鸡腿 铁杆 那个球头的部分 我们先讲球头的部分 球头部分材料像一号杆 它的基本材料就是钛合金 就是经过机密铸造出来的胚 然后它有现在因为我刚才大概有介绍 为了追求更好的那个performance 就是更好的效能 就是让那个球头本身轻量化 然后多出的重量 做一些配重 增加它的一些功能 那待会我可以再讲一下功能 大概是Nelnazita功能 所以这个材料 这个一号杆上就是有基本上钛合金跟碳纖维 木杆也是 基本上球到木杆 小鸡腿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运用这些 但是木就是球到木跟小鸡腿 基本上它的材料都是不锈钢的精密铸造 但是有一些比较高档的 它可能用钛合金 钛合金的比重轻 4点多 不锈钢的话7点多 这一下来重量省很多 这些设计跟研发人 就可以把多余出来的重量 去用不同的配重 比如用污 用污去增加它的重量的分配 铁头 铁杆 大概基本上铁杆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有钛合金的铁头 不过那个都是很高档的 我一般市面上碰到就是不锈钢铸造的 或是碳钢锻造的 的这些铁头 所以这个是铁头部分 杆子呢 木杆的部分 大概基本上古时候 我还看过那种铁杆的 大概只有老虎子打得动 年轻的老虎子 我现在为了易打性 所以像轻量化 轻量化什么是轻量化 碳纤维复合材料 所以铁杆的部分 其实用碳纤维来取代掉铁杆 当然铁头铁杆的部分 铁杆的部分 有它的干身 也就是比较可能我灰速不快 就是不快的 我打不动的我就可以用碳纤维 但是可能今天我灰速可以 我需要追求比较稳定性比较高的 因为碳纤维它比较Q 比较坦很距离会远一点点 但是相对的 有一好有另外一坏 它可能就是稳定性就会差 那铁杆真的Steel Sharp的话 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 但相对它距离可能会比较短一点点 但是它的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会好很多 所以基本上它的材料是这样子的 了解 因为我对明安的认识 从早期对明安的认识 就是在做碳纤维脚踏车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原来 因为明安是做碳纤维脚踏车 所以它们在做高尔夫球肝的时候 其实整支都是碳纤维做的 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不是 对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衍生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因为刚刚您提的那么多的材料 那这些材料我用在同一支产品上的时候 我又怎么把它接合起来啊 会不会因为没有接好 所以导致我在使用 我在灰激它的时候 导致它断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好 理解 对 其实这个像同样是金属的结合 现在有大概在高尔夫球 大概用的有所谓的prasma焊接 就是电降焊接 那有有一种叫雷射焊接 就是雷射焊接 那这是在金属上面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叫说硬焊 就是一种材质 就是不同的比如说钛跟不锈钢这种 不是同系列它结合硬焊 那在碳纤维就是跟这些结合的部分 像球头上面有没有碳纤维 我们用的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焦合剂 那其实基本上这些用的焦合的材料 其实都是属于航太级的用料 它在使用这个材料之前 研发人员 设计人员 他们就会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甚至砲击去看这些强度够不够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这样说 高尔夫球杆其实它在耐用度上 跟我们的航太产品是不相上下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它一直卖我这么贵 我都知道为什么 所以以后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去买高尔夫球杆 它告诉你一支价钱那么高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它其实是 它的制作过程是不太容易的 它是很多种材料 然后藉由航太等级的这种接着剂 去组合起来的一个产品 另外一方面高尔夫球这个其实 如果强度不OK 它是有风险的 打出去可能球头飞出去旁边有人 这个是会受伤的 所以这个是基本很重要的要求 想想看因为球局也不是只有卖在台湾 我们是卖在全世界 有很热很热的地方 有很冷很冷的地方 那有些人他球局 就基本上长脸就是丢在那个后车厢 那如果是一个很热的地方闷着在里面 然后跟很冷的 所以他这些也必须透过冷热循环的一些验证 这样的材料 是不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 温度条件以下 是可以维持它原来的功能的 但因为这个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经过反复的一些验证 了解 然后再来其实高尔夫球头他 我曾经就刚进这个产业就很很很很无聊 就去算一下 因为去看过工厂之后 因为在打球就觉得 就是这样子一颗金属 当我进入这个产业之后 我才发现 那工序是多的 有点超乎我想 一颗球头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就是 必须经过将近一百多道工序 就是意思是说 球头 对球头 那一颗小小的球头 这样组起来是club 就是组成 那要经过一百多道工序 也意思是说 有一百多人以上 就是因为高尔夫球头还是属于 他有这几年其实都有在自动化半自动化 那其实早期 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劳力密集的一个产业 是 所以一百多人摸过 才有你出来 所以你付那个钱是值得的 OK 好你这样说我可以接受 对 想想看 并且这个球头的前期研发 刚才讲这些事情 像公司在 我知道几大品牌 像我们自己公司 其实都有将近上百名以上的一个研发开发人员 在做一些设计跟研发 所以其实是看到的都是最漂亮的 可是背后的那个心酸血液 对 这个其实很多工业产品都是这样 对 好 那我们刚前面介绍的是高尔夫球杆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手上拿了这一颗高尔夫球 好 这是我就是取得 这个应该是明岸的高尔夫球 那它上面有写一个什么 Lunch Tag One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一个型号吗 还是 Lunch 这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有一个子公司 明洋 明洋国际它在屏东 那Lunch Tag是它的名字 OK 那写一个One的意思呢 基本上一盒球有像一般一盒球有四盒 四盒 四盒 十二颗 那每一颗是三颗球 那它为什么是要四盒 为什么要十二颗 因为下场的时候一般下场一组就是四个人 然后 因为我们球如果是一样会混了嘛 你是拿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区分 那个才不会打到别人的球 所以这个一号是要做这样区分用的 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一号十的是 这是一号球 所以二号球应该会有不同的一个设计 有不同的材质 它会区分不同的 就是不要我们两个球混了 真的喔 所以还好我有问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为什么球上面要写一个一二三四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回去跟我的学生换一下 因为我把二号球跟三号球那一盒给他们了 我把球换回来 我要一二三四都收集一颗 OK 那讲到这个球的部分 因为这个我们小时候 我们还不会打的时候 但是我们有看过高尔夫球 我们对它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很硬 所以它打到很痛 然后它又很会跳 那我们就是很纳闷就是说 小孩子感觉那个球如果很会跳 它应该是要很软的 很有弹性的球 可是高尔夫球它很硬 可是它为什么会这么会跳 它的秘密是什么 这个部分您这边了解吗 我大概讲一下 高尔夫球它的 高尔夫球它的材质 大概我们基本上其实就橡胶 它大概是橡胶 它大概是橡胶 那外层大概 他们有在讲什么TPU Celine 这个是不同的材料 至于说它的软硬度 会坦会跳这个东西 其实是基本上看它的设计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几年 这几年有一个卖一个蛮好的一个 一个球 叫Calaway的Cronsoft 它是软 那因为灰速 我们这样灰速不快的球有 它打太硬的 其实人家一般都觉得可能灰速不快的 我要打硬的球会弹得比较 弹比较远 刚好相反 你想想看说 今天你拿一颗球丢墙壁 我轻轻丢 硬的会弹得比较远 还是软的弹得比较远 肯定是软的 我轻轻这样丢 所以其实对那些软的球 是就很适合灰速比较慢的 的球 它可以让它的距离飞行更远一点 但是对一些灰速快的 因为的追求就又不一样了 那球的 一样球的 其实里面是蛮多专利的 那有很多不一样的规格 它其实有分成两层球 三层球 四层球 五层球 那每一种球 它的设计跟你要追求的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需要去尝试去打 去找出来你最适合的 的球有哪一款 并且不同的品牌 它也不同的专利 所以值得去试试看 所以下场去打球的话 你的球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 就包括职业赛也是这样 没有说像我们像国际棒球赛 或网球赛 用同一种球 没有 对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就是要符合 它那个USGA有它的规范 真的喔 那我懂了 原来这个还有这样子的学问在 我想说 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这上面的号码 所以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以前也会觉得说 这个球打出去大家都白色的 我怎么知道这一颗是我的 我会不会说 我会不会可以说最靠近洞口 最靠近洞口的那一颗是我的 所以就是要防这种 okok 所以这其实早就有设计这个 玄机在这个球的上面 那一盒刚好四条 对 就刚好一组四个人 一个人一条 了解了解 对 那另外就是您刚好提到 要飞得远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 在学一些物理或理化知识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球 其实飞得远 除了它的弹性以外 它表面的这些凹洞 风洞 这叫风洞 对它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是 那所以您刚刚讲的 球如果可以不一样 所以表面的这些凹凸的情况 其实也可以不同了 是的 风洞这个都是有专利的 所以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球款 它都有它的风洞专利 ok 对 那那个有风洞球才会飞 是 产生候选 ok 所以这个球 没想到学问那么大 嗯 这个球 所以 你们当时老董送我这一颗 我赚到了 他送我这一盒 我赚到了 对 我回去好好地研究它 有多 因为我其实很好奇 我想把它切开 看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现在好像网路上都很流行这种 把这个东西压坏 看它多耐压 还是把它切开 看它里面是什么 结构 那你们像这一种 会不会被模仿 被什么 被模仿 如果像我都可以切开 那会不会你的竞争对手 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像这个大概像 球 我刚才讲 它是有很多东西有专利的 你会保护它 最简单的那个风洞 它都有专利的 你也不能 随便的去模仿边 OK OK 可是专利期会过 对 所以等于说 其实大家要 一直要研发新的东西出来 要不断研发 其实高浮球 所有的运动 就是现在的配设备 球配备 都是越来越追求更好的一个 产品给市场 是是是 OK了解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从上个礼拜 我开始在主持这个节目 到这个礼拜 我突然发现 其实台湾蛮厉害的 因为就是 上个礼拜我们在提到 运动用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来宾有跟我们介绍 就是我们目前国外 职业球场的那些椅子 包括他们的教练的椅子 跟观众椅子 是台湾做的 然后呢 我们国际 世界杯足球赛的足球 台湾做的 球衣的那个 机能部台湾做的 对 那我没想到今天 今天请我们的副理上节目 我才发现 原来全球在打高尔夫的这些球具 80%台湾做的 那我就很好奇啊 就是 因为自己我在台湾 我其实没有感受到 打高尔夫球的人 那么多跟热情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台湾做这么多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的人口 在打高尔夫吗 有 基本上 我们大概做一个 一个大概这个历史的一个 其实早期高尔夫很发 很蓬勃 其实就靠那时候 baby boomer那时候 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满有消费能力的 那些人去投 可是慢慢渐渐的 其实 这些人老了之后 其实也 在也没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新的 的那个 的缺偶加入 但在这一次 那个新冠疫情爆发 在美国 其实一开始 其实对整个经济 是突然骤降 可是 瞬间 新冠疫情 对人们的那个 行为产生的变化 现在 大家就是不能去 室内嘛 然后也都在家工作嘛 等等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打高尔夫球 像在台湾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去打球 订不到球 我上一次有一次去要订要打球 必须要排一个月 很疯狂吧 对啊 这个我没办法想象 台湾也有这么多人口 其实在那段 在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1年 其实很疯狂 台湾打球很多 周末去打满满满 甚至要订 真的要订 要排满久的时间 然后在欧美 其实高尔夫球 它的销售市场最主要 百分之五六十以上都是在美国 那是全世界 整个高尔夫球具的市场 大概是有五十亿美金 的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五十亿 球具 球具 我不包含什么鞋子 衣服 那些所有的杂七杂八的 就是只有球具 一米五十亿美金 五十亿美金 的销售市场 那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都是在美国 百分之可能 现在大概二十 但是在日本 那韩国现在是 韩国这几年 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韩国拟质的巡回赛里面 韩国巡回赛里面 韩国巡回赛里面 越来越多 那市场发展得非常快 所以 这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要投入的 了解 所以运动的人口 就是这么多市场 它是由全球 或是台湾 有多少人口 来支撑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台湾毕竟是算真的是 蛮小众 我们大概 我之前看过书长 是将近二十到二十五万的球友 那全球 大概是有三千五百多万的人口 大概在光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它成长了大概有二十到三十个百分之 你想想这么多人口 二三十个百分之 可能是会有多少新的需求产出 可以算一下 很客观 50亿美金 二三十百分之 也多了十几亿美金 对 很大的一个产值 那台湾这几家 四个上市规公司的 一年的营业额贡献 大概是 450亿到500亿的台币之间 所以这个增加的 不是短时间可以被消化掉 对 4500亿其实是一个蛮可观的金额 台币 4500亿是台币 也蛮可观 因为其实就船舶产业来讲 造船产业一年才350亿 所以其实我们造的那么辛苦造船 其实 因为我本身赵恩西的老师 对 我们那么辛苦造船 其实哇 我们的产值竟然比高尔夫球还要少 哇 这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那个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打高尔夫的 也是啦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打高尔夫的 OK 没错 没错 这个打是真的 OK 好 那你刚刚讲到 那国内如果 你刚刚有分享到 国内其实是20几万人口 那台湾有这样子的场地 让这些人来做这样子的消费吗 有 台湾北到南 西到东 大概有60个高尔夫球场 为什么有这么多 有60个 在哪 像高雄 可以Google一下 高雄有吗 高雄有 高雄大概有几座 您有在打 我没认真给他算过 可以算一下 如果够时间的话 当然可以啊 可以啊 基本上 信仪 高雄 观音山 中友 海军 还有到屏东也有 是是是是 大岗山 然后再往北走南伊 OKOK 大概有七八座了 对不对 对耶 您这样讲 在这范围 台南我们可以跨得到的 是是是 您刚讲的很多我都听过 中北部更多 中北部更多 那中北部是比较少去大 哦 了解 如果台湾的市场 台湾的那个球场是真的很少 是 像美国 我记得美国总共有一万多座球场吧 那大陆好像有五六百座球场 哇 这样其实也很多耶 对 那每一座球场都真的有十八栋可以打吗 有 像 你讲十八栋 我举一个例子 像大陆 它东莞深圳那边有一个场 叫做观南湖 嗯哼 它有十个场 一百八十个洞 那它在 好像是在那个海南还有另外的 一百八十个洞 就是 我印象中海南应该是 好像也是另外十个场 所以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场 那台湾的都 每个场都是有十八个洞 对十八个洞 就是如果要称为球场 就必须要有基本十八个洞 好 如果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 基本上 基本的正规的场 就是十八个洞 是 那那个像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山杆洞的 像我们高雄有 有 有两三个 有三个 一个是中游 短短的山杆洞 还有一个叫 左营海军球场 它也是 它是不是山杆洞 但是它是只有九洞 OK 它是中游 九个山杆洞 它就要打 就打两轮 就是十八洞 十八洞 海军那个也是 了解 还有一个是叫 大卫营 在齐山的那边 OK 那我大概了解了 OK 好 那就回到您刚刚所提的 就是说您有提到疫情 让整个产业这边增加 两到三成的一个销售 所以 其实我们本来一直以为说 疫情对很多产业是一个 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我没想到其实疫情 对高尔夫球 是一个蛮大的注意 那因为现在其实疫情也蛮 蛮严重的 像今天好像有1600多例 哇这个 大家想要注意 对大家其实身体健康很重要 那应该要多出来 晒晒太阳运动 对 那我不知道就是 以明安这样子 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产品规模的公司 那面临着这样子的疫情 你们对于整个后疫情时代 对于这样子的产业 你们是看好 还是看衰 基本上 刚刚讲我们的那个 主要60%以上的市场 是在美国 然后跟日本 那其实 疫后 就是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人类的行为 会不会被改变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 在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 因为疫情的确对高尔夫球 对这个 运动是 蛮大的一个帮助 那疫后到底 人们会不会 又回到以前 那不过 这个东西是 我们在产业里面 一直在讨论的东西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这个是我们观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OK 所以民安针对这个现象有在持续观察 对 因为高尔夫也说 就刚才你讲的 也不是 他讲要推行全民运动 他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高消费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这一群人的消费能力 其实他或许第一时间他不受这种经济所影响 但是疫情这个 因为现在随着开放之后 旅行 还是大家走出去 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模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观察的重点 对的确 因为其实现在 大家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 会想去找一个可以释放的出口 那当整个一个 我们封锁的一个情况改变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更多选择 或许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变动 这个板块变动又有新的一个气象 对 那所以这样不会影响你们的产能吧 影响我们产能 对啊 因为你们现在 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疫情而提升产能 有 因为我们就是 都需求增加 其实就相对应客人的需要 我们都一直在增加我们的产能 那疫后呢 如果不需要这么多产能 疫后还不知道 说不定会更好 对不对 OK 也是 其实我们蛮热见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对 这个真的是 就是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营销上面非常重要的 跟这个看市场的变化 是 是是是 OK 我想我们聊着聊着时间又不太够了 那不过想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康复理播空来上我们的节目 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高尔夫球的知识 那刚刚其实也副理也提到说明安对未来其实还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那我想我们这边也是先预祝我们这个明安在高尔夫球这块产业链上 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 谢谢 因为毕竟它是我们高雄在地一个隐形的冠军 这是我们高雄在地生耕很久的一个产业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 那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前瞻的科技的未来的南方科技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南方科技城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产学营运处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